第四個建議就是要給孩子 培養一個很喜歡看書的習慣 那這個不是看課本 也不是看漫畫的書的習慣 而是真的書 是classic books 是那種好幾代的人都推薦了 覺得很棒的書 所以給他們一些classics 看魔界 哪裡要傳奇等等 給他們看好的書就會學很多 他們真的會跟一般的人會不一樣 比如說他們的語言能力 他們看很多書 平常他們的詞彙會更好 他們的文法會更好 他們的邏輯會更好 他們溝通能力也會更好 他們的想像力也會增加 因為如果他們喜歡看小說 他們會從一本書裡面 好像跳到另外一個世界 也認識裡面的角色 跟環境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可以學到 可以學到 價值觀 可以學到 信仰 可以學到 語言 學校只會給課本 因為他們所教的東西都要有一天給考試 比較少有機會看小說 不過 現在 孩子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對書沒有興趣 為什麼呢 他們已經太累了 功課的壓力太大了 然後他們就摸到紙 都覺得 有點壓力 因為這個 他們的小說 跟課本 感覺摸起來是很像的 跟手機有點不一樣 現在透過這個 馬上有 豆腐明 刺激他們 他們碰到紙的話 會緊張 會覺得說 這個是工作 這個是不享受的 會有壓力 不要讓孩子太小 接觸到科技 越早 開始看手機 看電視 他們就會越早 開始依賴 會成癮 那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如果你孩子已經開始吃了 一些垃圾食物 他們怎麼會選擇 去吃那些健康的東西呢 給他們無聊 給他們書 你可以去上網 研究那些書 是很多人推薦的 然後可以給你孩子看 你可以去圖書館借 可以跟朋友家人借 還是你可以去買 然後我建議不要在網路上 讓孩子透過螢幕 看電子書 因為這個對眼睛不好 所以如果你是用電子書 也許你用一個像這個 Kindle 我們是因為住在台灣 比較潮濕 很多我的書就發霉了 所以如果用 E-Ink 也是台灣的科技 這個E-Ink 非常好 因為這個螢幕 不會閃 然後孩子看 眼睛就不會那麼累 很多書可以放在上面 然後沒有試探去打電動 上網等等 看書比較需要主動 用科技是比較被動的一個活動 然後第五個就是要幫助孩子知道他們學習之後要去執行 要應用他們所學習的東西 平常我們在學校裡面都是聽、看書、寫筆記、寫功課、考試這樣子 不過都是比較抽象的東西 所以孩子一考完試之後很容易就會忘記 因為沒有每天在使用 所以最好的學習就是聽跟做 所以這樣子他們知道生活跟學習就是聽跟做之後 他們比如說有一天要學習做蛋糕做一些食物的話 他們看網路上一個食譜 看一個影片之後 馬上給他們在廚房裡面一個機會可以去做 他們會學習的更深 而且會創造美好的 會鼓勵小孩子比較主動 最好的學習不只是知識而已 也是行動 神經裡面有一個經文說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 好比一個聰明人 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 房子總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 好比一個無知的人 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並且倒塌的很大 一個人是聽跟沒有去行 這個原則很重要 孩子的學習也要一樣 給孩子機會學習一個東西然後去做 而且有一天他們經歷自己的家庭的時候 會覺得主動是好的 可以享受你所完成的東西 第六個你要教孩子 就是孩子他們的信仰 他們的價值觀 這個是很重要 教育不是中立的 任何的教育都是建立在一個foundation 在一個基礎上面 那這個平常都是人文主義 humanism 或者是evolution 進化論 就算學校沒有說好 我們要去哪裡拜拜 還是沒有要去教堂做什麼 不過教育的基礎就是一個信仰 一個世界觀 教育不是中立的 教育一定是建立在一個信仰上面 如果我們都是猴子來的 如果是世子生存 那我們的教育就是要透過教育 讓我們賺錢 要比別人強 我們要變得更大 我們要比別人強 如果我們是被上帝而創造的 那我們人的目的 最重的目的是榮耀神 而且是愛我們周圍的人 這些都會影響到小孩子的教育 所以最好你要在家裡 裝備你的孩子 教他們你的新娘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要一起看聖經 一起禱告 一起敬拜神 這樣子他們就知道 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一個禮拜天而已的習慣 而是每天的一個生活 小朋友在學校裡面 會學習到他們同才跟老師的想法 他們所講的話會影響到孩子的想法 課本裡面所教的東西 也會影響到你的孩子的價值觀 所以記得你要在家裡教他們 我很喜歡一個聖經的經文 在生命記六章第五到七節說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 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引行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 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這個是我最喜歡 關於養育的一個聖經的經文之一 因為你每一天 無論你在做什麼 你都有機會 可以跟孩子分享 他們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面 他們的生命的目標是什麼 以前我記得我有一個學生 他問我 老師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學校 要學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煩 其實這個是很多學生會問的問題 他們覺得很空虛 他們去學校一直聽到很多的知識 很多的 facts 不過他們不會把它併在一起 不會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幅畫 透過信仰的話 我們可以教我們的孩子為什麼 所以今天我補充一下 我們講到孩子的未來是不穩定的狀況 那我們要怎麼裝備我們的孩子 更完整的學習 在這個新的學年裡面 你的孩子無論是在家裡自學 還是去學校上課 記得這些東西是比較少會強調的 因為不會出現在考試上面 如果考圈上面沒有這些關於溝通 對世界有興趣 創意 看書還是聽跟做 還有信仰的東西 當然他們不會在這些方面 有機會可以每天練習 每天發展 所以這個是你的工作 在家裡一定要教這些東西 我希望今天的影片 有鼓勵你給你一些靈感 希望這些東西會幫助你 更能夠裝備你的孩子 可以面對一個不穩定的未來 如果你有不同意的地方 還是有一些其他的ideas 一些建議要給其他的爸爸媽媽 請你在留言的地方分享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會鼓勵別人 有幫助別人請幫我分享給你所認識的人 記得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在這個影片下面有一個按鈕可以按訂閱 我是老爸爸爸Steven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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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